欢迎收看金钱报 我是杨世光 代表金钱背后故事 好今天周末我们特别关注 美元大幅度的一个转强 创下了近月以来 最大的单日涨幅 这代表什么样的变化 当然背景 昨天受到几个重要的数据 包括了美国服务业的采购 今年指数大幅的又预期 另外民间私营部门的 就业的数据 也是超出预期 另外包括联合国粮龙的 食品的价格 创下10年新高 也是超出预期 结果导致了美元的实质利率 大幅度的飙升 也直接刺激了美元的大幅转强 好我们在过去段时间 不管在金钱报 还是在付费版的金钱赶 我们都有持续追踪美元的过程 这个美元基本上 你要做多做空是比较困难的 可是我们关注美元 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主要是美元不能跌 美元假如持续疲落或下跌的话 会改变美国的货币政策 我们去想象一个国家大量印钞 他大量用货币手段 想去解决他自己的问题 甚至解决别人的问题 有个前提条件 他的货币不能贬值 我们可以回想1947 1948年的国民党 国民政府 为什么会垮台 就是想用货币问题 来解决军事跟财政的庞大支出 用债务货币化方式 试图解决内部问题 结果国民政府怎么倒的 就是金元券 包括之前的国民政府的货币 大幅度的贬值 所以用货币政策来解决问题 不是不行 他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货币不能贬值 国民要掌握这个变化 你说美元大量印钞 那美元饼还是深 基本上我们就这一段时间 从通胀预期 反相关 实质利率 正相关 来不断的分析 我们今天会在金钱报 到节目当中再度来拆解 让他了解到 实质利率目前处在 什么样的转折时间点 他对于美元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跟观察 值得观秒 特别来做掌握跟留意 好 我们先看昨天公布的数据 我们再看美元的圈套 再来分析 美国数据的一个含义 第一个公布的数据 是ADP 就是美国的私人部门的 新增就业的报告 在昨天公布 是一口气增加了95万的 一个工作机会 大幅优于预期的70万人 而且比4月份的修订值之后 还出现大幅度的增长 就是美国在私人部门 不管在商品生产 还在服务业 新增的就业岗位跟人数 都是大幅大幅的走高 我们在5月4号提到飞农 观众这个飞农的数据 很意外的地域预期 我们在过去段时间 像去年的黄豆 假如金钱报 观众还有金钱报 观众记得黄豆 去年黄豆在4月份的报告 我们是站在一个非常否定的角度 为什么因为期货的远跃合约 在低档爆出巨量 在低档远跃爆出巨量 代表就是一个买盘的换手 因为远跃期货爆出大量 在低点 在低点爆大量 价格走高 我们可以后面做确认 它是一个大量买单 可是怎么样进场 就是美国农业部 说去年美国农产品丰收 4月份 结果美国农产品有没有丰收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美国的黄豆玉米小麦大涨 在今年的4月份 美国农业部再来一次 说美国的种植育业大幅走高 好 观众我们看到 最近黄豆玉米小麦价格 都纷纷出现了一个假突破 急速拉回的发展 好观众 以前华尔街国名言 小麦跌的时候 没有人买小麦 小麦涨的时候 没有小麦 小麦跌的时候 没有人会有小麦 没有人要买小麦 可是小麦涨的时候 没有小麦 没有小麦可以买 我们可以把这话反过来 小麦跌的时候 小麦跌的时候 没有人要买小麦 小麦涨的时候 没有小麦 小麦跌的时候 没人买小麦 这话可以反过来 最近我们看到铜价 还记得两周之前 还记得一个月之前 智力秘鲁全球对于铜的需求的愿景 不仅是1万1万1万2 甚至有人喊到1万5万8 当铜价开始起跌之后 最近国际的商品市场 再也没有铜的利多了 我们看到最近很多的商品都出现变化 像钢铁 钢铁在4月份在大陆的出口 附加关税取消的 出口退税取消的时候 全球都在缺钢 等到钢品跌的时候 没有人在观察钢的价格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市场上的反应 大家要特别留意 我们看到今天晚上要公布 5月份的非农新增就业数据 4月份的数据非常非常的差 大幅地预期引发市场的哗然 我们就要观察 这个月的非农就业数据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等一下我们从美元的圈套 来跟大家做分析 我们再继续往外观察 除了昨天ADP公布的私人就业机会之外 包括美国劳工部昨天发表的5月29号上一周 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也降到40万人以下 来到38.5万人 这是2020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 首次跌破申请失业金初次救济人数的 40万人的一个整数关卡 目前申请失业人数比较多的 分别是宾州 伊利洛州跟加州 而这三周基本上是民主党执政 可是共和党大概有25周 已经宣布将提前结束 加发300块美元的失业救济补贴 所以大量的劳工开始重新回到就业市场 因为过去美国的补贴实在太多了 包括像拜登 每人普发1400块美元 使得很多很多的企业找不到劳工 大量的劳工做领失业补贴 就做领失业救济 也比动手动脚上班来得多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 在美国取消失业救济之后 美国大量的劳动力 重新回到就业市场寻找工作 而面对目前美国景气复苏 职缺非常多的过程当中 大量的就业媒合开始产生 所以这个数据可以看到 美国失业救济的数字 正在快速的往下发展 另外昨天美国也公布了 服务业的采购今年指数 包括ICM的服务业指数来到了64 这不仅比预期高 而且创下1997年统计以来的最高数据 特别是服务业的价格创下史上第二高 服务业的出口创下三年新高 服务业出口会创三年新高 当然跟最近的交通运费有直接关系 可是我还是要跟大家报告 小麦跌的时候没有人买小麦 小麦涨的时候没有小麦 不仅在小麦 不仅在铜 我刚才讲小麦是话接谚语 铜也是一样 钢也是一样 我跟大家报告货柜也是一样 当大家当运价跌的时候 没有人会booking额外的货柜 当货柜运费涨的时候 大家订不到货柜 这就是一个市场的机制你知道吗 这就是一个市场的机制 然后市场机制它会自然的回调 在一个偶发性的事件当中 它出现了任何的价格跟暴力 易于正常的市场一筹 它都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我们分别从 包括了ATB就业数据 还有ICM的服务业数据 还有联合国粮笼组织的数据 还有包括我们看到 初次申请失业金的数据等等 我们看到对于什么影响最大 昨天晚上美元指数 创下近月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美元大幅的转强 等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个补充跟说明 最重要不是美元转强 最重要是美元转强的背景 在什么地方 美元背景转强的地方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ATB的市人数据 其实ATB的数据误差值非常大 过去我们会拿ATB的数据 来预测美国劳工部 所公布的非农业的新增救援机会 所谓的小飞农 基本上在观察进入市场 它是一级指标 它是整个市场一个非常重要 观察物价跟货币环境 预测的一个重要的数字 小飞农因为会每个礼拜 每次公布飞农之前 每次公布飞农之前 会提早一天公布 所以可以从小飞农 ATB的数据来预测今天晚上的 非农业的扣除农业以外的新增就业机会 从这个数据虽然它偏差值很大 偏差值很大 假如用ATB来预测非农 它偏差值很大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变化跟端倪 第一个是生产制造业 恢复了12.8万个岗位 特别包括建筑包括制造业 大概都有6万到5万的岗位 工作重新回来上班 服务业增加非常多 特别是餐驴产业 餐饮业增加了44万人 另外我们要观察 包括了贸易运输产业 增加了11万人 也就是大量的司机逐步的来回头上班 所以美国目前物流中断的问题 应该很快可以逐步的和缓 因为要特别留意 最近在全球市场最热的就是货柜运输 事关我们做这个节目 基本上我们就要看到最泡沫的货柜航运 现在的运价非常夸张 包括到这个周末 我们看到几个亚洲航商还在调高运价 那这个调高运价的背景主要是亚洲到美东 美西亚洲到地洲海到欧洲的航线 目前运能不足 这个运能不足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是西方世界库存回补 大量的回补 第二个是端与端之间出现了一个 这个劳动力不足 所以使得大量的货品不能及时进行周转 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价格因素 大量秋季 就是美国西方国家为了准备耶诞节的旺季 在整个夏天是物流的高峰 国际物流的高峰 因为运价很高 出现了提前出货的变化 提前备货跟备料的发展 所以现在观察整个夏季 会不会相对旺季不太旺 反而是淡季高涨的运价到旺季盘头 到最终来做结束 我们可以关注 因为美国现在几个的市场 大家都叫 司机不足 大家叫贵不足 大家叫说车不够 好 观众朋友继续往下看 我去研究了几个美国专门做货柜运输的 就是负责端点 接收太平洋来的船 然后下货柜运到客户手上的几家 路上货运 就货柜运输的产业公司 非常乐观 今年3月4月5月 基本上是10年来最好的利润 展望如何 展望非常乐观 请问你们要干嘛 我们准备已经准备好 增加5%到10%的实际数量 还有更多的企业 订购了大量的卡车来迎接高峰 观众朋友这种资本支出已经发生 所以大量的物流供给 会在夏季来得到恢复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要特别做关注跟留意 好 回来就要看到 就是我们讲的重点 昨天晚上 美国国债利率来到了1.63% 1.625%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拆解 不管在金钱报 还在金田赶 我们在5月19号之后 每天都做拆解 每天都做拆解 为什么说5月19号 将来会跟大家解读 5月19号以来 从明目利率来看实质利率 从明目利率实质利率 再看通胀预期 来跟大家做分析跟报告 我们这段时间不断提醒大家 通胀行情已经结束 特别从债券市场的通胀预期 已经转折 已经转折 它是整个商品跟原物料行情的 前前前前前 领先领先领先 再领先的指标 我要跟大家不断的报告 从整个市场对于通胀预期的定谋 的观察 基本上已经出现非常大的转折 昨天晚上受到美国数据很好 美国国债利率从1.58 1.59 谈到了1.63 谈了4个BP 我们把这个数据拆解就观察 关门注意到 通胀涨了4个BP 就是0.04个百分点 0.01个百分点叫一个BP 所以谈了0.04百分比 所以我们就谈4个BP 昨天谈了4个BP 注意 通胀预期 不仅没有对这4个国债利率BP的上升 有任何贡献 相反的通胀预期 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不增反降 降了2个百分点 降了0.02个百分点 降了2个BP 相反的我们看实质利率 实质利率是我们从5月19号追踪以来 第二大的增幅 增了0.06个百分点 所以关门注意到 整个美国的通胀预期 从债券市场 用真金白衣交换出来的 5月17号 见到本波通胀 就是从去年3月以来 通胀预期的最高点 跟大家报告 5月17号 今天已经到6月4号 5月17号 是全球通胀预期的最高点 最高点 关门我们现在这个数据 越来越确定 5月17号最高点 这是债券市场的交易 债券市场会逐步反映到商品市场 商品市场会逐步 开始往下游反映 所以关门你很快的看到 扣掉了基石效益 你可以看到 所有生产资料 上落原物料 应该在第三季 它的涨幅就会放缓 涨幅就会放缓 生活资料或CPI 它的上涨会在第三季末 第四季涨幅就会放缓 甚至到第四季 我们可以看到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会开始出现下滑 好 关门 等到物价开始下滑 像PPI为准的话 商品市场已经跌到歪掉 关门已经跌到歪掉 新冠疫情不致命 商品市场跌起来 会绝对要你的命 所以我们跟大家报告 特别从5月19号追踪 目前回推 5月17号 当时的通胀预期最高 是2.53% 也就是从去年3月份以来的最高峰 在5月17号已经见到了 过去这三周的时间 通胀预期反复的在走低 我们从5月19号 红色-4-7BP 加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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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2 一路在走低 关门已经走低 相反我们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到 昨天在今天的部分 我们有用实质利率 从长期跟大家做解读 美元的长期实质利率为负 它是一个偶发性 它不会是常态 我们要特别关注 虽然通胀预期它转折 假如技术面来讲 它是一个小头 我们要看到 实质利率的大底有多强 实质利率的大底 已经进行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 这个长度基本上可以跟2013-1415来做对比 2012-1314 2012-1314 实质利率往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2014发生什么事情 油价从三位数跌到两位数 从三位数跌到两位数 很多农产品从四位数跌到三位数 我就这样跟他报告 所以实质利率会不会逐步的转强 官方要特别的提防跟小心 我们现在第一个是从通胀预期 跟实质利率跟大家做观察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面向 来讲债券市场的变化 为什么一直讲债券市场 我知道观众朋友跟投资人都不做债券 基本上我们观众朋友 虽然很多做债券的人非常少 可是债券市场的交易会决定 实质利率市场利率 甚至看出官方货币政策的态度 所以从各种市场利率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各种价格模型当中 它最基础的零件 最核心的元件 到底怎么变化 好 刚刚跟大家分析过 通胀预期跟实质利率 还有明目利率这些关系 跟大家报告 反正通胀预期 从全球的货币市场 债务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 资本市场 5月17日建最高 随后每个商品会逐步的建高 甚至有商品跟通胀预期 同不建高 包括了玉米 包括了铜 包括了这次飙升最凶的木材 各位朋友要特别做留意 好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面向做观察 就是美国质利曲线的变化 因为这几天我们观察 质利曲线的发展 纵轴是报酬率 横轴是它的到期的division 所以横轴是期间 纵轴是报酬率 大家我们长期观察质利曲线 用金融市场分析 现在大家有基本的一个看法 我们这边来补充一下 质利曲线 它当然通常是正协率 正协率 因为基本上它有时间的补偿效果 也就是舍弃今天的消费转做储蓄 舍弃今天消费所带来的效用 所置换的机会成本 跟效益的感受成本 所以它通常是个正协率 所以我们才关于这个协率的变化 过去段时间 包括今年上半年 全球金融股大涨 很重要的原因是质利曲线变斗 质利曲线变斗 对于金融业来做观察 就是净利差有非常大的空间 得到改善 有非常好的空间得到改善 它不单止金融业 对于资本支出跟消费 都产生非常大的诱异 可是我们在过去 这几周也观察美国质利曲线 开始出现改变 我们报告一个数据 跟大家分析 昨天晚上美债的走高 美国债务的走高 美债民物利率从1.59 到1.63 第一个我们要观察 两年 刚刚讲的是十年期 有两年期 五年期 十年期 三十年期 我们舍去后面的数据 两年期在 谈了一个BP 五年期在 谈了四个BP 十年期在 谈了三个BP 三十年代 谈了二十个BP 观众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美国国债 质利曲线的长端 正在快速下压 美国质利曲线的长端 正在快速下压 而中间的 从三年到五年到七年的 正在相对维持突点 所以美国从质利曲线观察 通胀预期也已经结束 而这一期这一轮的库存周期跟资本周期 从质利曲线观察要即将进入尾身 就是库存回补 叫库存行为 厂商回补库存行为 它是一段时间 比如说为期三个月 就是高峰期 我们现在可以从质利曲线 不管从通胀预期 还有质利曲线可以看到 美国库存的高峰 就是现在开始 可能会持续一个月 可能持续两三个月 可是要进一步的推升库存 不会发生 从质利曲线的近利差角度 还有质利曲线的突点做观察 我们从宏观经济的分析 给大家再度来掌握 它将会做出一些变化跟改变 这边就是官面要特别来做 掌握跟留意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人币的价格 过去几天 人币也大幅度的一个指申回贬 特别在人行不断的喊话 跟相关的外汇存款准备金的要求之下 人币从最高6.35 在今天已经贬回了6.4的位置 当然我们回应一下 因为我们在前几天 在6月1号 就礼拜二 特别有关注这个消息 人行出重拳 调高了外汇存款准备金比率 这个我们当时解读 就是电高了美元融资的成本 也就是电高了放空美元成本 同时电高了相对 电高了做多人民币的成本 当时我们就第一时间解读 这市场反映的非常快 我们看这几天 在境内的人币一年起到 外汇的掉期点 出现了大幅度的压回 这什么意思 这代表在整个人民币的外汇市场 整个人民币外汇市场 目前要做空美元的 做空美元的成本 大幅走高 现在要做空美元 现在做空美元 第一个美元够低 第二个是做空美元成本 是创下4个月以来的最高 所以现在去做空美元 变成相对来讲有风险 相对人民币市场 人民币的外汇市场 要去做空美元 第一个人币对美元相对贵 美元相对低 第二个是你要去放空美元的成本 是不断不断的走高 这也是新市场大国 人行在这边做的一个重大决策跟举措 好话讲回来 观众我们就回去看 4月份的飞农新增就业机会 这个攸关于利率决策 攸关于美元强弱 怎么会在上个月公布的数据 跌破大家眼镜的坏呢 那我们就要很多的想象 到底是什么样的行情 还没有做完 所有的数据 是不是有一些调查的创事 或是背后的力量在干预 今天晚上会揭晓答案 而为什么这几天美元要开始转强呢 尤其是当人行祭出大动作之后 开始阻挣人民币 而且阻挣了阻止了 在人民币市场当中的放空美元的成本 好 美国的数据就忽然变好 美元就大幅度的转强呢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好 最后我们要跟大家报告的 全世界有种乐观 有种乐观 比悲观还恐怖 就是太乐观 目前美国观察 美国未来六个月 股票将会下跌的可能性 就调查 统计 认为未来六个月 股票会下跌的情绪 来到了2018年1月3号以来的新低 也就是2018年发生什么事情 2018年就是川普忽然就发动了全球的贸易战 钢铝的附加关税 还有对于中国的贸易壁垒 毛巾战 我们看到当时股市拉回 当时有个背景 当时有个背景 也就是美国投资人 乃至于全球投资人 都不相信股票会下跌 还是跟大家报告 插鞋头理论 克斯多尔尼发现了 插鞋头理论 讲的不是生习 假的是买家捷径 买家捷径 什么叫买家捷径 就是连插鞋头都开始买股票 连插鞋头都会关心股票的时候 这个市场就没有新增的参与者 现在的市场就面临 那么大的危机跟风险 而美元在这个时候的转强 特别做观察 美元会转强多少 不知道 可是要观察美元转强的背后 尤其是我们关注的 通胀预期跟实际利率 会不会出现 对于多头的死亡交叉 对于空头的黄金交叉 情况要特别来关注跟掌握 好 这段广告我们就要回来观察 在今年的部分 我们要特别深入 来聊一下美元 昨天我们对美元有寄宿命的观察 今天我们要用更大更霹雳的消息 来告诉大家美元为什么要涨 因为最要割的韭菜 在昨天被割到了 美元涨 美元涨 公明知道吗 什么涨 再大的利空 筹码在主力手上不会跌 再大的利多 筹码在散户手上不会涨 可是全球最大的散户竟然在这个时间点 在美元最低的时刻 美元是不是最低 不知道 但它卖掉之后 我们就知道美元应该最低 到底谁把美元清仓 它清仓完之后 昨天晚上美国经济数据变好了 美元变转强了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 致感谢更加烦 产党 5月2日 7月2日 9月1日 9月5日 7月5日 9月7月2日 7月4日 8月6日 9月7日 9月7月2日 10月7月4日 8月8日 9月7月4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